人之所以为凡夫,是因为执迷不悟,因此只能随夜流转。 人之所以为凡夫,是因为执迷不悟而随夜流转。 自然无法达到人在诚新出诚的境界。 如果人在神明当中,逐渐减少对五欲的执着, 即可以了悟信空的道理,超凡路胜。 我们普通人一天吃饭而已。 如果你,我们讲世间人依靠是什么? 依靠财社民实税,财就是,我银行要有, 大部分人都希望你的银行还有那些储蓄,才能安心。 没有储蓄好像不能安心,现在的社会福利已经很好了,不是吗? 你为什么要担心?那是因为以前的社会,农业社会, 而且是日本时代的那种,百姓都是很穷的, 所以老了,没有依靠,所以要除夕很多。 现在我们台湾的除夕有没有,还是好像世界第一是不是? 人民的除夕,我说那个很除夕,人怎么那么傻呢? 我昨天才说,一个居士,家庭,大部分人观念还是很多的土地有没有? 啊,主产不能卖。所以你说那边呢?主产登记在你的名下, 就是你的福报了嘛,对不对? 你如果没有把它变为有用的话, 你这个财产,你的土地的话,财产的话, 留到你的儿子那边,也许你有几亿的财产, 但是你花的可能只有一百万,一辈子可能花一百万而已, 所以你的实际福报就是一百万而已。 修行要有成就,需要有广大的新量, 五欲中的财为利,谁不爱财,但是要取之有道。 对于布施波罗蜜的修行,不可以斤斤计较是否有功德, 应该以山伦体空的信念来布施, 去除坚贪,才能够了解布施的争议。 十方新闻,郭一文,许建议,屏东采访报导。